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我就再讲一节香港的新闻 最近大家知道有一单香港的新闻是关于记协的改选 因为陈浪昕是社任主席,免得当局对他的打压 变成对记协的打压,所以也没有连任 我们知道执委也是重新选出 中间有很多风风雨雨,亲共的人想选 但是因为他甩漏,最后没办法排到他选 于是交不到共产党,呱呱叫,这是另一件事 但记协因为选出12人执委 事前之后也受到很多政府暗的打压 因此最后剩下8人,一个一个退出 就像10个救火的少年歌词那样写 我们看到不肯离开火场的主席 郑家瑜任职《华尔加日报》 先被Wall Street Journal去施压 投行自散,到近日即日辞退 这件事我们上一节都说过 基本上是不能够分外媒内媒,港媒或者外媒去处理这件事的 一个媒体就是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环境 被新闻记者去发挥 编采自主,新闻自由 这个基本上所有民主自由的媒体应有的价值 但是显然这件事是华尔加日报没有的价值 显然的 不可以说你是外媒,所以不可以干缘香港的事务 那你如果这样说法,那你做香港的记者 去到美国采访,那是不是不可以报道美国的大选呢? 是不是不可以关注美国的人权状况呢? 自由无国界的 全世界一个地方不自由,全世界都不自由 不要以为你是 挖地为牢,挖国为牢,以为这样 可以只眼开只眼闭 可以当鸵鸟一样,不看到所有的事 很多美国的记者来香港采访都需要新闻自由,偏才自主 如果你因为郑嘉瑜关心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而和美国的所有的记者无关 和Wall Street Journal其他记者无关,简直扩闹 所以我想这件事是很荒谬的一件事 还有一个人组织工会 是一个人应该有的权利 如果一个雇主因为人家组织工会 成为工会的主席 关注香港的言论自由而受打压 第一,你打压组织工会的人 二,你打压一个支持香港言论自由的人 这个是荒谬的 就算香港的记者 去到缅甸支持缅甸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是对人的人权的捍卫 这一点是完全无国界可言的 记者本身就是这样的职业 你可以说是神圣的职业 但这个就是专业的精神 今天 郑嘉瑜被人这样搞 肯定牵涉到华尔家日报里面有很多猫腻 包括是否共产党里面有人 有善 甚至有些人因为 怕共产党 有些善会跳出来 甚至受限于他们共产党的广告 商业的利益 政治的利益 采访其他利益 于是乎要郑嘉瑜 走 你不离开的记协主席 你就离开华尔家日报 最后将它辞退 这件事很明显 美国国安针对华尔家日报 应该要展开全面的调查 我们呼吁美国同道 积极呼吁美国的政治人物 去将这件事 将它好好调查 我也会循我的途径 好好将这件事 反映给有关的人士 希望这件事能够将它澄清 也能扭转这局面 但无论如何 就是Selena 就是这个 郑嘉瑜 可以这么说 是相当勇敢 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记者 打工仔 这个月也都焦虑失眠 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记协的 也都不停地思考对策 根据这个郑思思 我认为一位很出色的记者 他就在明报的星期日 现场写一篇文章 就是一名偵查记者的涉而不捨 我读这篇文章给大家看一看 能够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件事 大家表面地看很多新闻 大家知道 但这篇在星期日刊登这篇文章 很值得深入读一次给大家听 让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平台 列个一下 这位郑家瑜女士是什么 而反省每一个人在香港 是否可以付出少少的勇气 去做一个公义的事呢 郑家瑜是这么想的 他说 虽然传媒和工会被受多方面的压力 但我们的存在不是用来说给大家知道 我们有多惨 不是卖惨 而是说给大家知道 我们可以继续下去 这位曾经在法国、中东、美国都读过书的 回来的偵查记者 露袋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信念呢 当郑思思访问郑家瑜的时候 他就是立即暂立的 习立正面部绷紧 眼神严肃 我忍不住笑 你不用正义想着这样 他唯一去就说 因为你夹了咪咪嘛 苦笑 心情是有点焦虑 也有点累 昨晚不是很睡觉 这期都不是睡得很好 他只是一位三十出头的香港女生 喜欢看书 住村屋 有养狗 也有养猫 郑家瑜 就是香港土生土长 读本地的英文中学 但他在填鸭式的教育之中 就喜欢流浪 喜欢的流浪 喜欢上法文 后来他考上了法国巴黎第四大学 修读哲学和社会学 他对世界充满好奇 喜欢思考 大学期间他又参加了交流计划四处探索 从巴黎飞到阿联邮的阿布扎比读书一年 阿布扎比 同学应该有不少货真价实的阿里王子 2014年当时是雨傘运动 他毕业回来香港 刚刚迎来了雨傘运动 第一份记者工作就是帮美联社AP做助理编导几个月 然后他考上了世界顶尖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莫掌学今读新闻系碩士修读调查报导 他和同学的毕业功课 是调查美国成为不同国家逃犯的庇护所 这份功课刊登在调查报导的电堂级媒体 就是ProPublica 而他调查在碩士毕业之后 在美国传媒工作了一年 2017年回到香港 他说想回香港的我估计是 见到其他地方丧尽天良的事情 会关注但未必会立刻帮忙 香港的话才会想燃烧生命去做 因为香港就是他家 他要回家去燃烧生命 第一份工作就是香港01征查组工作 他说是自己记者生涯中最好玩的三年 和同事为了公众利益做各式各样的调查 获得不少的新闻奖项 譬如2019年初揭发唐福程教所跑步考试 超过200人出席记录造假的诚信问题 他日晒雨淋去大嶼山唐福观察12日 又运用隐蔽镜头拍摄取证 最终推动诚教署的内部调查 去到2020年他又揭发特殊学校康志会 重领二校多中学童事故 包括被夹断指骨 被长期分隔或约束 更加曾经有小童 即是啃喉 后脑死亡等等 也都推动了之后 申诉专员公署的主动调查 市隔四年了 他说到这个学童报道 也都会难过耿烟 他的偵查报道 还有新界套丁 影视界的me too 事件等等 每一次他都涉而不捨去追寻问题的根源 偵查是需要显示到一些系统性的不公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不是写一些吸引眼球的事 找出系统性的问题 systematic problem 才能够避免悲剧带来真正的改变 可惜偵查记者也都遇上系统性的问题 郑家瑜说公司的偵查工作越来越受限制 同事相继离职 他也都在2020年转到本地英文媒体 香港free press去工作 寻求一个较自由的空间 这个很明显 即是他守不了香港01的很多限制 他去到英文媒体香港free press去工作 但因为小媒体资源有限 记者更加要兼顾即时新闻 难以专注侵查 而整个大环境都在萎缩 有调查组的媒体是买少见少的 投放的资源和人手无多 而由2021年开始 苹果、立场、众新闻、全新社等媒体陆续结业 更加雪上加霜 几多出色的偵查记者都苦无容身之所 郑家瑜最终就是2022年离开本地传媒 转到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专辑报道中国电动车行业和能源议题 但郑家瑜没有放弃过 他只是将侵查记者的涉而不捨转化 他由2021年7月开始加入记协执位 他说某程度因为没得再做政策 所以就加入记协帮手 职力旺盛要找地方发泄下 歌时的情况也是记协最风雨飘摇的日子 记协不断受到评击 多次被警方谴责 多次登上大公文会的版面 甚至屡次传出被取替被捕的风声 人心惶惶 但记协坚持并积极履行工会的使命 继续支援记者提供被捕支援 失业救济和举办各类工作坊的活动 也继续为新闻自由发声 例如就车牌查冊 限制传媒提示快复核 即是包白的事件 蔡玉玲事件 也就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 争取新闻工作豁免条款等等 这个相当勇敢和建议勇为 风大雨大 事任主席的陈朗星 和一帮执位为新闻行业 在那走杠线走了三年 直至今年陈朗星不再参选 郑家瑜就临危授命顶上主席 他说因为自己在执位之中 相对知心 而且比较扯进 挣扎不知多少日之后就决定去码 他对记协的热情和编辑是不容易理解的 香港记者协会是最多现职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工会 但每年都要行家续会入会都是困难重重 热面孔贴上冷屁股 还有赞助机构也激进绝职 记协前两年开始要削减办公室全职员工人数 但仍然日不夫之内忧外患 不过郑家瑜都会扯每一个月至少办一个活动 AI教学 面试技巧 23条广座 行山旅游等等 记得他在2022年 两年前搞过一个踩古典单车的活动 但没人理他 他急着四处找行家参加 他笑着说 可能自己对于搞康乐活动的触觉不是太好 原来大家想要的可能是 饮酒、吃饭、聊天 但我就想他们做一些身心健康的事 当然傻笑 记协生人密近 但郑家瑜说要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继续下去 所以当《华尔街日报》 在今年6月21日 选举前夕要求他退选记协主席时 他说 员工不能够在香港倡议新闻自由 这个《华尔街日报》说 郑家瑜拒绝退选 记得早两个礼拜碰见他 他说整晚胡思乱想 想着一旦被辞退 要不要在公司外去见记者呢 有没有咪兜呢 以前梁振英689 在同一个商下开竞选版的时候 有咪兜可用 今次保安会不会借咪兜给他呢 他见他停不了焦虑 然后又安慰自己是多类的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一天 但是事与愿违 没想过上任之后的第17日 驻伦敦的国际版主编 Gordon Fairclough 亲自飞来香港 通知他因为职位及工作被减省 公司是进行职位重组 将他解雇 余下的都是历史了 大家都知道了 郑家瑜最终要在公司外见记者 没有咪兜 麻烦各记者举咪近一小时 举到手都算圆 被炒的郑家瑜被一圈的行家围住访问 他留意到右边有一名年轻的实习记者 打烂沙盘文道督 还找了资料发现他在华尔街日报最后一篇 这些资讯的追逐是很鼓励到我的 你做记者做一下 当然会觉得是时难 或者交到货就算了 要时不时有些东西点燃一下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那个时刻 那个实习记者是给到我这种推动 也都希望记协搞的活动 或者我们写的内容 在一些出现疲态的传媒和记者心里面 给到他们一些小小的火花 那这个就是记协的工作了 郑家瑜乐观 希望尽快找到记者工作 继续努力下去 那跟着郑思思就问郑家瑜 说如果有一天记协真的要结束 那怎么办呢 郑家瑜就这样封郑思思的 郑家瑜说 想不到 开过第二间 结束 想不到 开过第二间 OK 所以 Be water 所有的东西都Be water 我很多谢郑家瑜这么坚持 当然 他不是左派右派 大家很明显 他读书的背景 大家看得到 他是一个 可能在哲学上面 有很多左派的思想 但不要紧要 不是说 所有东西都是说 用左右派去行留任何人 不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他有一个好的精神 OK 我起码看得到 求真的真心 坚持的精神 舍而不舍的精神 他未必是哲学太斗 我都不需要这样做 也不是思想上的巨人 不需要做这件事 但我想他做记者来说 最重要是求真 敏恒 求真 就是你对事实真相的做法 要很重要 求善 也都是行公义 说真 行公义 好联盟 OK 求真 求善 求美 然后 恕而不舍的 坚持的勇气 是很重要的 不断在那儿磨 不断在那儿打 不断在那儿 鬼打一场都要打下去 这种精神 就是做记者的精神 有错就要赢 打就要站定 也有谦虚的精神 这是第三件事 他三十出头的记者 当然 我想是未来前途无可限量 我希望他在香港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都觉得非常危险 很多人说走啦走啦 我觉得又不可以这样劝 因为他是记者 一个非常特别的职业 香港是很需要有记者留在那儿 而他既然有这么丰富的学历 由巴黎到阿布达比 一直到美国Colombia U 一直读碩士各方面 证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够读书 而且能够好地求真求知 希望这个 憧憬能够下去的人 我之前完全不认识他 也都未接受过他的访问 但我相信他是一个 相当 好学 敏行 求真求善 舍而不舍勇气超凡的一个记者 这个之后 我们一调查 美国一定要内部调查 华尔街日报的一些 通共的疑问 第二 在香港有于无老数的了 说的是多余的了 希望有关记者的朋友 新闻工作者 能够和郑家瑜合作 给他一份工作 我相信他也是在找 甚至找到还没顶 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大家和他互相合作 第三 明记暗的鼓励更多 像这样的记者 挺身而出 好好写一些真是美的报道 是要勇敢 是要信念 是要勇气 是要希望的 那这些这样的东西 郑家瑜依然都有 希望他一直坚持 无望初冲 也希望各个记者 无论你们在 Yahoo News OK 无论你们在 就算在01或者明报 无论你们在 其实都有的 你不要以为没有的 01明报 无论你们在海外的光传媒 这个 这个 这个追新闻 或者其他的媒体 都希望你们 紧记一件事 或者外媒 RFA VOA Whatever 我都希望大家 记住一件事 香港需要大家 世界需要大家 做记者 你们的职业是神圣的 赚的钱不会很多 也都不应该很多 但是 你们的火花 是落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的 影响力是很广的 不是说你要做一个报道 影响到一个政策不简单 而是 深深落印在我们的集体回忆里面 我们拒绝 遗忘的 水库里面 你们的努力 你们的努力 我们没有一一多谢你 但是你们的努力 但是你们的努力 是对我们有深厚的 长远的影响力 有些人去缅甸报道 最近军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勾结 有人去泰国 讲当地的政治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有人去美国 看这个大选 有人去法国 看这个大选之后的 巴黎奥运就来开幕 等等的其中的中国因素的问题 这些这样的细节的东西 是你们讲给我们全部人知的吗 而你们的影响力是相当大 不是说打完一盏官司 签完一份合约 做了哪个手术 治疗了哪个人 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说你们对我们 整个价值观 整个知识量 是相当大的一种影响力 我们看的不是历史 而是时事 而是时事 就是最关键 和最影响到我们的历史 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这帮记者 也希望大家 如果自己没有专业能力 不要乱hold out自己做记者 学会做记者的专业能力 做一个好记者 我觉得是现在 离散香港人 应该要做的事 OK 很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是值得做的事 那你当然可以做生意 可以打工 可以好像我这样 继续做评论人 绝对角色其识 同意我的观念 不喜欢我的 或者是喜欢我的 喜欢我说的东西 不喜欢我说的东西 希望大家百花齐福 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也希望大家文明对待不同的人 也希望尊重不同的记者 但帮共产党说话 为虎作枪的记者 我们一概不承认 我们不会以 你明报 香港01 都是坏记者来画线 不是 但是如果今时今日 你继续在文汇大公做事 天天写完 自己都不信的文章 而自己都无力反抗 为不斗米折要的话 我只是给大家知道 我只是拒绝和这些人交往 OK 我不要奸责 也都不要奴才 我要一个 好像这些记者 继续勇敢做事 这个就是我们 判断的标准 下一节再见